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民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祭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在活祭这个时间里头 再一次跟你一起来 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研读神的话语 那今天我们将继续从上次已经开始 一个新的题目来思考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 第一所教会这个题目 那让我们重新来 寻找我们属灵的根源吧 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们分享了 我将第一所教会比作是挪亚所建的方舟 那这两者呢 都是彰显救恩的地方 两者都需要建造的 也都是由木匠所建造的 第一位木匠是挪亚 第二位是建造教会的木匠 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们从一开始工作 就做得绝对的完美啊 永远不需要有任何的修改了 也不需要去试行 神从一开始 就是准确的计划设计了一切 我也用了大象这个比方 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去辨认初期教会 那我说 如果我们要辨认大象的话 我们可以凭着四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那第一就是鼻子 第二长长的牙齿 第三是大大的耳朵 第四就是很细小的尾巴 这不是科学化的分析啊 但却足以使人认出他是大象来 那么在截止以后的几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个类比的方法 来使我们认出初期教会 我要指出初期教会的四个特征 来使我们认识到第一所教会 也就是初期教会 那是向万民做见证的 初期教会的基督徒 都是勇于向人做见证的 他们不是常常讲道 但是他们却是主的见证人呢 以自己的个人的经历 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 圣经与主的复活 那今天我要继续跟他谈到 第二个初期教会的特征 我把它称为是超自然能力 超自然能力 这种超自然能力 是彰显于他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 不过我会举出四方面作为例子 四方面就是祷告 宣讲神在他们生活上的带领 以及神为他们所传的见证 我也可以加上第五方面 那就是我们甚至是超自然的 从一处地方去到另外一处地方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 这节经文表明了 初期教会的第一个 与第二个特征 圣经这样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我的见证 主耶稣以超自然的能力 加在门徒的身上 叫他们出去 为主做见证 除非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 让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彰显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那否则的话 主是不允许他们出去 为他做见证的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初期教会的祷告生活 那我们记得祷告 是教会生活的动力的来源 祷告出来的能力 推动所有的事工 没有祷告的教会 就没有能力 那虽然我们 仍然可以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 但是却缺少了推动的能力 使工作产生果效 没有这种能力 我们就不能有果效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初期教会是怎么样 祷告 从祷告当中得到能力的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四节 记载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 如何在五旬节之前准备自己 经文这样说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也就是五旬节的那天 那我们就看见了祷告的果效 圣经是这样说的 五旬节到了 门头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 又由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吃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我们看见圣灵的降临 使人可以用一种超自然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可以说是教会第一次在地上 彰显出完全的见证 后来他们遇到别人的反对 就又再祷告 石头行传的第四章 三十一节那说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在这里 祷告所产生的超然的能力 竟然可以连聚会的地方也被震动了 那这样的事 今天仍然是可以见到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讲到的情况 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二节当中说到 旧约先知所预言的 都应验在教会与主的信徒身上 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才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所以彼得说那些 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并不是以他们的口才 学识思想或辩论 或是适当的例子 或讲章大纲 来向他们传讲福音 乃是从天上而来的圣灵 使他们得到超自然的能力 而结果 甚至连天使也愿意 详细查看这些事 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第四到第五节 就说他自己传讲见证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我在你们Manny 越软弱又气泡又胜战机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为晚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哈喽我们要注意了 保罗在这里啊 不是依靠什么哲学 雄辩的理论 而是以明证 使人看见圣灵的同在与大能 保罗这样做是想门徒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而是建立在神的能力之上的 初级教会超自然的能力的 另外一方面的表现 那就是在他们的被带领 或者说引导 这方面能看出来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 十四节所说的一句话 他这么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那所以初级教会 不是依靠人的计划 而是依靠圣灵 那超自然的引导 这点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保罗的第二次行程当中的经历里头 就最能够表明出来了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 第六节到十节 保罗是这样说的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佛吕迦 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在夜间有异象前于保罗 有一个马西顿人 站着求他说 求你过到马西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垂直想往马西顿去 以为神造我们传福音 给哪里的人听 我们看见 神在生活上 对他们的引领是超自然的 圣灵禁止他们 走向某一处的地方 并且以超自然的异象 在夜间 以异象向他们显现 指引他们走去 圣灵要他们去的地方 虽然 这根本并不是他们原来的计划 但是圣灵 却要他们往马西顿去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门徒所得到的超自然的印证 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二十节 记者说 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机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阿们 门徒不是仗着自己有什么口才 或者是雄辩的理论 但是他们所传讲的 就是有超自然的神机做印证的 在西伯来书的第二章 第三节 第四节 圣经这样说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么能逃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机其事 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看到了福音之所以有影响力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有神亲自以他超自然的能力 来做见证的 而甚至有时候啊 以超自然的能力 将门徒带往一个地方去 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 已经很明确的 已经看到了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